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角最近因應網友的要求 介紹了什麼是關節炎 以及如何治療 今天繼續為他介紹 在這方面的飲食禁忌 先介紹對關節有保養的五種營養素 第一就是魚油 因為你退化性關節炎的患者身體 是有過高的Omega-6 所以要多些攝取Omega-3脂肪酸 來降低它的發炎反應 魚油是最適合的營養素 因為有豐富的Omega-3脂肪酸 同時也有人體研究實現了 適量的魚油補充 是可以緩減關節疼痛的情況 第二就是薑黃素 在2009年已經有研究針對 薑黃素對膝關節患者 發現它的功效和非類固醇消炎藥 是很相似的 而薑黃素的副作用又比這個藥要低 但是要注意的 薑黃素是我們的吸收率是比較低的 但是很久以前我曾經介紹過一個視頻 就是如何提升薑黃素的吸收率 12至20倍 這個網址會在現時簡介下面 你按進去就知道如何服用薑黃素 可以達到更加提升的功效 第三就是葡萄糖胺 很多人都會有服用 不過不是人人有效的 根據美國的Arthritis Association 它就說 如果你服用了四個禮拜 法國無效的話 不需要再花肺繼續吃下去 如果有效在四個禮拜裡面已經出現了 那你就繼續服用了 第四種就是非變性的二型膠原蛋白 簡稱是UC2 這是臨床實驗證實了 一天只需要40毫克 就可以改善關節炎患者的關節舒適度 靈活度和活動度 第五就是玻尿酸 這個補充不只是用打針 也可以有口服的 它能夠通過消除自由肌 抗發炎、止痛 和保護軟骨持續受損這些機制 來減緩關節炎的症狀 臨床證實了 它的補充是有效改善關節的不適感 強化你關節附近肌肉的強度 和降低你的疼痛感 這五種都是一個很好的營養素 但是接下來介紹一些 就是不適宜服用的食物 是會加重你的關節症狀的 第一樣就是海鮮 特別海魚和海鮮 鯉魚、鰻魚、泥秋、海參、海蝦、蟹這些 因為它的尿酸含量比較高 就會加重關節的疼痛 第二不能夠吃高脂肪的食物 例如紅燒肉、油炸食品等 因為高脂肪的食物在消化過程中 會產生對關節有刺激的物質 就會增加你的疼痛感 所以除了肥膩食物不吃那麼多 平時家裡煮菜也盡量給少些油 第三不能夠吃太鹹 因為蠟過多會增加水腫症狀 水腫就會增加關節負擔 就會更加痛 第四不能夠吃太酸的食物 太甜也不好 第五不能夠有飄零的食物 如各式的豆類 不過有些蔬菜也含有飄黏的 如露筍、木耳、花椰菜、菠菜等 肉湯方面也有危機 動物的內臟 全部這些都會引致你的關節更加痛 最後 飲品方面 關節炎的患者最好喝溫暖的開水 因為酒、飲料、咖啡、濃茶等 這些對疾病的治療是不好的 是會加重關節炎的疼痛 大家都知道 慢性的 退化關節炎的原因 就是老化和不當的使用 但是年紀老 我們不能夠逆轉 我們唯一能夠做的 就是避免過度使用 和正確保養 更加要注意這個飲食儀器 才能夠延長關節的使用壽命 希望大家都關節靈活 多謝您收聽